第651章派任务 正房太太看看她,说 针灸治疗本就就是见效最快的,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换作以前,别人跟小马这样说,她八成是不信的 但是今天她却是亲眼看见的,这才几分钟啊 要知道这个病人血氧浓度已经上不来很久了 而这个医生一接手,这才一根烟的功夫啊 我的天呐,你这么厉害啊 小马顿时惊叹,说出来之后又立刻缩了缩脖子 自知失言了 正房太太却说 那是自然的,放在平时想预约许阳医生的号 提前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排得上 许阳 小马同志又喃喃念了一声,然后突然惊叫道 哦,你就是许阳,你 哎,不是说你是江湖骗 呃 小马同志又说错话了 许阳看她一眼,也只是摇头笑笑 现在外界关于她的传闻很多 有的已经把她捧成神仙了 而有的却是只把她当成骗子 许阳也不甚在意 许阳坐在床边在病人诊断脉相 这一次,老阿姨明显不抗拒了 在任何时间,疗效都是硬道理 戴着手套,的确也给诊脉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但许阳也很快就适应了 过了烧请,她说 脉相闲滑 正房太太立刻记录 许阳说 病激为易毒必肺 治疗方案是以清肺排毒 攻下救礼 处方以大柴壶汤加减 柴壶30克 黄芹15克 生姜15克 半夏15克 大枣5克 芝士20克 大黄10克 桃仁10克 白勺15克 正房太太记录好处方 许阳说 日两次,热服 让药房尽快煎药,立刻送上来 正房太太看向小马 小马同志说 这个方案需要治疗组通过才能给病人使用的 嗯 许阳稍稍一愣 然后便快速反应过来了 这里已经不是问线了 已经不是她说了算的了 好,那尽快吧 许阳看完了这个病人 又走向下一张病床 正房太太也赶紧把处方单给小马了 那我先去找我们主任 这里是病人的病例 小马把病例都给了正房太太 然后他赶紧带着处方单去找赵国斌组长了 赵国斌组长也正在和专家组进行会诊病情 老赵戳着屏幕问 这个病人注射了墨西沙星 利巴舒林 症状并没有好转 甲强龙抗炎 奥斯塔维抗病毒 还是没有好庄 刚才已经上呼吸机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重症肺炎病人 你们看他的CT报告 双肺感染性病变 左肺激发性肺结核 病造以硬结 钙化和纤维化为助 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要是再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 照这样发展下去 恐怕病人很快就会成为危重症 时间不会长 大概明后天就会变得很危险了 怎么样 我们得想个治疗方案出来 治疗组的人相互看看 这段时间他们非常辛苦 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大家也都累得不想多说话 最后众人也摇摇头 目前的治疗的主要药物也就是这些 消炎的 抗病毒的 免疫支持的 还有给养 上五创呼吸机了 再了不起上人工费 也就这样了 要是这些手段上了 还是控制不住病人恶化 那他们也不是神仙啊 赵国斌组长也很头疼 病人越来越多 病房你的还没治好呢 还没有成熟的方案呢 病人就转成为重症了 真是见鬼 便是这时 小马敲门进来了 现在是特殊时期 小马也没有任何客气 便直接说 443的二床病人 丁雪梅 中医已经给了中医治疗方案了 赵国斌点点头 说 好 先放在桌子上吧 我们这边要先会诊一下别的病人 小马有些迟疑 赵国斌看他 问 还有事 刚才见识到了许阳的厉害 小马说话也就有了些底气 他道 刚才许阳医生说 这个方子需要尽快开下去 让药房赶紧煎药 赵国斌顿时皱眉 问 什么方子 这么着急 幕副组长说 这个我知道 中药需要的监煮时间比较长 不跟咱们一样 都是成药 所以他们是需要早一点开下去的 赵国斌点点头 哦 那拿来给我看一下 小马把中医病例拿过来 赵国斌看了一下 发现自己看不太懂啊 就是简单的症状记录 还有舌头和脉象 最后的结论是以毒必肺 治疗方案是清肺排毒 攻下救理 赵国斌点点头 病人道的确是肺炎 所以说病人肺部出现了问题 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错 肺部排毒 应该也是有道理的 至于攻下救理是什么意思 这老赵就不懂了 下面的方子他也看不明白 只知道大黄是通便的 他想了起来 病人好像是有点大病困难 可是通便跟治肺炎有什么关系 赵国斌问 这个是中医治肺炎的方子 小马点点头 赵国斌又问 是何东军组长开的吗 小马摇摇头 不是 赵国斌又问 何东军组长看了这个方子了吗 小马又摇头 没有 赵国斌无语道 那你拿来给我干嘛 额 小马顿时被噎得够呛 赵国斌摇摇头 知道不能让他们像无头苍蝇这样治病 他便开始派任务了 他道 这样 这个病人不是凶嫩气促吗 然后还失眠多梦 还老哭吗 让中医看看有没有办法安神宁神 缓解一下病人情况 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推拿什么的 舒坦一下病人的筋骨 让人家稍稍别那么累 也可以开一些补养的方子 这样我说直白一些吧 让中医想办法调养身体 增加病人的抵抗力 减缓一些病人的不是症状 幕副组长说 目前最先要解决的 就是病人的血氧上不来 雄闷气促 他们要是不乐意做身体调养 你就让他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去吧 我们还要忙会诊 小马顿时尴尬地站在原地 笨 幕副组长问小马 怎么了 没听清啊 小马摇摇头 尴尬地说 不是 是人家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啊 治疗组众人全看了过来 第652章车咕噜话 来回问 赵国斌当时就不悦道 什么叫已经解决了 他们给这个病人用什么药了 不是有规定的吗 所有的用药都是经过治疗组批准的吗 小马弱弱地说 没有用药 许阳用的是针灸 扎了几下 林副组长问 什么叫扎了几下 到底是扎了几下啊 小马说 那我哪知道啊 反正不到十分钟 赵国斌忙抬手打断道 等会儿 你说的已经解决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清楚一些 小马说 就是病人感觉自己已经舒服多了 胸口也不闷了 气促的感觉也轻了很多 血氧也上来了 笨 赵国斌坐不住了 站起来道 走 看看去 赵组长是一如既往的风风火火 立刻带着人出去了 其他人也赶紧跟过去了 在病房里 许阳刚给另外一位病人做好检查 这是个年轻的姑娘 他问 医生啊 我也很难受 你能不能用针扎扎我啊 我也想针灸 这姑娘是亲眼看着这个老阿姨舒坦过来的 所以现在眼馋的厉害 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各种影视剧里面的神医技巧 许阳还没说话呢 治疗组的人就呼啦啦全跑进来了 笨 许阳稍稍一愣 什么情况 怎么全进来了 这些人全都扑向了二床 全在检查病人的情况 老阿姨顿时又猛了 什么情况 赵国斌越看越是惊奇 盲问 谁智的 小马一只许阳 就是他 呼啦啦 所有人又都看向了许阳 赵国斌也看不见许阳的模样 但眼中的惊讶错愕是掩饰不住的 小马小声提醒道 主任 他就是许阳 哪个许阳 赵国斌还没想起来 小马又道 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中医 笨 赵国斌一眼困惑 小马只能诱到 就是你说他是江湖骗子的那个 可可嗨 赵国斌立刻干渴起来 因为他终于想起来了 在背后瞎嗶嗶 跟当着人家面说 这可是两回事 一见赵国斌咳嗽 治疗组下意识都往后撤了半步 全都非常警惕地看着老赵 在这样的环境里 咳嗽可是大事情 赵国斌一见他同事都这样了 他也顿时哭笑不得 现在大家都穿得跟宇航员似的 谁也看不见谁 赵国斌的尴尬情绪也就缓解了许多 他赶紧问 你好 许医生 您刚才是用针灸的方式治疗的吗 许阳点头 针刺太息和定喘 啊 赵国斌茫然地应了一下 然后问 刺这两个穴位的作用是什么 许阳有些奇奇怪怪的 他反问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赵国斌愣了一下 这天聊的 他又问 那这种方式对所有病人都有效吗 能否推广使用 许阳摇头 不好说 我现在也是刚来 病人的情况也摸得不是很清楚 只能是先见一个治一个 其他人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另外我们现在戴着厚厚的手套 针刺不太好操作 嗯 推广的话 还要以后再说 赵国斌又问 针灸对所有病人都有用吗 许阳回答 原则上来说 对症治疗都是有效果的 许阳这话说的有点保守 赵国斌皱了皱眉 暂时先放下折茶 他举起手上的处方单 问 那这个处方也是你开的了 许阳道 对 是我 有什么问题吗 赵国斌迟疑了一下 然后说 那要不 许医生你先跟我们去会议室讨论一下 许阳想了想 点点头 也行 赵国斌看向了何教授 说 何组长也一起来吧 何教授也放下了手上的工作 走了过来 一群人又呼啦啦全出去了 那个正等着许阳治疗的年轻女孩 眼瞧着专家 全走了 心里顿时没拙没落 然后只能拿起手机乱刷了起来 到了会议室 大家还是有些惊疑不幸 林副组长又重新问了一遍 你真的是用针灸把他的气粗和血氧提上来的 许阳都纳闷了 这怎么一遍便说不明白呢 他便道 你们这儿有监控 你要不再看一遍 林副组长顿时一噎 治疗的这些专家医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很惊奇 他们医院是有中医 但基本上归在养生区里面了 平时跟他们这些感染科啊 呼吸内科啊 也没什么合作 而且他们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中医 当然了 听说是听说过的 但他们都当作是江湖骗子的话术来听的 这回可算是亲眼看见了 这个病人的胸闷气促血氧低 可困扰他们很久啊 谁知道几分钟就被这个医生给解决了 这也有点厉害过头了吧 林副组长还是难以置信 便问道 不是我不信啊 但如果真这么厉害 那那些需要上呼吸机的病人 你也给他们针灸一下 不是都不用呼吸机了 那我们呼吸机不够的局面就迎刃而解了呀 其他专家也全都看向了许阳 小马女同志两只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对啊 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些医疗设备了 呼吸机根本不够用 这要是能解决了 那可太好了 许阳和和教授一听这个话 当时就一脸腻歪 许阳则问 这些心肺炎的病人 你们有治好出院的病例吗 林副组长不假思索道 当然有了 许阳问 既然有成功的先例 那你们怎么没把所有人都治好 这把轮到这些专家愣住了 许阳说话也不客气的 治好一个就能治好所有人了 谁敢说这样的话 再说了这个病人还没治好呢 我只是稍稍缓解一下他的不是 这些专家也被许阳对得有点气焰 不过大家现在都是蒙着脸呢 也都看不见难看的脸色 赵国斌组长看向手上的处方单 他问 那这个方子是用来治疗他的肺炎吗 许阳点头 对赶紧开下去 让药房加快速度 要不就让药房先煎药 我们再讨论 这么磨叽的速度 在我们医院早被开除了 许阳都有点癌气了 第653章和教授负责 别怪许阳脾气差 确实是这边太磨叽了 你说治疗方案需要治疗组批准通过 这一点 许阳能理解 行 谨慎点是没错 尤其他们还是新来的 可关键还有这么多病人等着呢 拖来拖去 你这间要得见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病人还不算特别严重的 像有些重症 你要是不赶紧救治 可能到了晚上到了第二天 就很危险了 时间就是生病了 关键是这帮人对着一个针灸治疗 车咕噜话问过来问过去 许阳真是有点毛了 赵国斌忙劝道 这个许医生 你先别着急啊 我们这也是对病人负责啊 总是先要讨论一下这个方案啊 何教授打圆场道 讨论一下也好 我们两个团队也是刚在一起磨合 都要互相信里有割底 许阳 你也别急 一步步来 笨 许阳应了一声 没再多话 也没看眼前这些专家 赵国斌又看处方单 然后问 你们得出来的结论是 一毒必废是吧 应该就是我们CT显示肺炎的意思吧 那么这个方子是有消炎的作用吗 消灭病毒 还是细菌 林教授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不是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吗 许阳奈这性子说 中医里面没有细菌 也没有病毒 也没有抗炎 我开的大柴胡汤 是因为病人符合大柴胡汤症 虽然病人没有发热 但是一样口干吸冷眼 口苦 失眠多梦 大便密结 舌苔黄腻 脉象咸滑 这些都是食热症 病人感受一毒 虽然早期经过一些治疗 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 一毒支邪未解 内壁废气 导致废气欲壁 所以出现了咳嗽 气醋 一毒耗伤阴精 所以病人有口干吸冷眼 口苦 大便密结 上扰神明则导致失眠多梦 舌苔黄腻 麦贤华 也是邪毒内孕之下 中医治病 不在于见火救火 见盐消炎 而在于统筹全局 一毒支邪已经化热成时 此时病人咳嗽谈少 大便必结 重点在于让邪有出路 而不是一味地杀灭对抗 而我的出路 就是攻下救理 用的就是大柴胡汤 攻下 消机制 通过攻下之法 让邪毒从大便而出 能有效缓解病人此刻的病情 这就是用大柴胡汤的依据 我说明白了吗 对面一群专家全都听闻了 中西医的理论都是不一样的 平时他们也没有跟中医多接触 这会儿就更是听天书了 前面的这个邪 那个毒 什么东西吗 不是肺炎吗 不是新型病毒吗 怎么说的他们云里雾里的 最后一句话 他们听明白了 林副组长不确信地问 你是说用让患者大便的方式来治肺炎 其他人也都奇怪地看着许阳 许阳点头 没错 肺与大肠互为表里 若是食热能通过大肠排泄而出 无疑相当于釜底抽薪 自然会有疗效 其他人还是没明白 何教授毕竟是老师 解释起来也更浅显易懂 就道 现在啊 令人是肺炎没错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烧红了的锅子 很烫很厉害 你用凉水去积它 不仅容易把锅子给弄坏了 而且你不把底下的火给拿走 它等会儿又会热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方案啊 就叫釜底抽薪 把锅子底下的火抽走了 锅子自然慢慢冷下来了 何教授说的倒是很通俗一懂了 换成普通人倒是立刻就明白了 可对面全是专家 一听这话就更奇怪了 大肠还跟肺炎有关系 为什么会有人说 中医没有办法远回来自己的理论呢 就比如你说肺与大肠互为表里 人家说你这个没法证明啊 然后他们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你的大柴湖汤里 分析化验有没有消炎抗菌的有效物质 然后又拿去给别的随机选择的肺炎病人服用 最后发现 嘿 有效率很低 中医是碰运气治病的 就这样子 许阳有些不耐烦的说 我们的医学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理论很难让你们信服的 你们的理论也很难让我们完全认同 你问我这个那个 根本没有用 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 你也不会信 我们来 是治病的 不是争论医学道理的 这个病人赶紧把药用下去 你用什么药 是你的事情 我用什么药是我的事 你别多问 问了也没用 好了 走了 许阳匆匆又出去了 哎 治疗组的专家也没想到这个医生脾气这么大 何教授也一时无奈 赶紧道 不好意思 他就是个急脾气 又看见了这么多病人 一时情急 不好意思 我去批评他 何教授也赶紧追上去了 许阳 许阳 你等等我 何教授赶紧小跑上去 几下小跑 让戴着N95口罩的何教授 更是呼吸不过来了 何教授自己都有点气粗了 他拉住许阳 问 干嘛呀 脾气这么大 我们刚来这里 刚跟人家合作 大家之间不了解 多询问一下 也是很正常的吗 你着什么急呀 听了这话 许阳闭上了眼睛 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紧绷的脸色稍稍缓解 他道 对不起 何教授问 怎么了 有心事 许阳摇摇头 说 我是抛下了家里人 抛下了父母 抛下了张可 抛下了我的婚礼 跑到这边来的 这边这么多病人 情况这么严重 我真没时间 跟他们一遍一遍 来回审查打报告 他们都还在家里等着我 我 所以 急躁了一些 哎 何教授也叹息一声 然后拍了拍许阳的肩膀 说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去沟通 你先回病房吧 许阳沉默地点点头 转身走了 何教授又往回走 治疗组那边专家也是面面相去 林副组长不满道 这个医生好大的脾气啊 赵国斌也是苦笑一声 好了 别抱怨了 这段时间兵荒马乱的 大家压力也都很大 急躁一些 也是正常的 别往心里去 林副组长摇摇头 算了 那这个处方怎么办 赵国斌思考了一下 说 这个许阳医生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也的确不懂中医 既然接下来我们都需要配合治疗 但我们这边讨论也没什么意思 就这样 只要中医组的何冬军医生签过自确认了 就直接让药房处理了 好吧 其他人相互看看 好 中医这边我负责 责任我担 何教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而后他看了看众人 说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先走了 门都没进 何教授又走了 第654章月朗星期 治疗组的专家一个个面面相去 林副组长咒梅道 这怎么说的 像是我们怕担责任似的 赵国斌也有些欲言又止 最后他也只是摇摇头 对小马道 陆入系统里 让中药房赶紧制作 小马拿着方子出去了 赵国斌对其他人道 好了 我们继续谈一谈 刚才这个危重症病人 要想一个合适的办法出来 许阳继续回到病房诊断 不说别的 这些医生都在诊断上 遇到了不适应的问题 不过好在这些医生 都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说句题外话 从写书到现在 看到很多读者都在咨询 哪里能找到有水平的中医 这个很难说 因为目前中医这行很混乱 鱼龙混杂 浑水摸鱼的 大有人在 那么怎么样去找一个 靠谱且有水平的中医呢 首先 一般的小毛病 不建议非得去 什么了不起的大专家 高射炮打蚊子 没这个必要 而且真正很牛的中医 档期都是很满的 像平心堂的国义大师柴松炎 妇科圣手 人称宋子观音 好多协和都判了 不可能生育的病人 都在柴老的治疗下 生下健康的宝宝 你想找他治吧 那得要排队两年 所以你一个普通痛经 没必要找这么牛的专家 对不对 而且一般有水平的中医 都是要提前很久 才能挂到号的 提前半个月 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 别相信营销 网上的那些中医博主 也别太信 尤其现在一些新媒体 常出现白发苍苍的老中医 也别认为人家一定很厉害 真正很牛的中医 都很忙的 哪有时间做那么多营销 或者是像许阳这样 托付给张可这样的人管理 但其实 这种也很少 因为他们平日治病 就已经忙不过来 你在爱去网络上 招那么多人过来干嘛呢 非得要找专家治的 也有个办法 这次疫情 就是一个很好的依据 看看自己省份里 投一批去吃原病区的那些中医 个个都是很牛的 尤其是二月中旬之前出发的那批 当然了 我不是说后来去专家不厉害了 没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 没去的 或者民间的就没高手了 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想说 一百颗钻石撒进碎玻璃里了 一时半会 很难分辨出来 但至少头一批挑出来的那十颗 的确是真钻石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抗击的最初阶段 所有人都很迷茫 心中都有畏惧 在这个两眼一抹黑的时候 能站出来 敢站出来 能被派往前线的 绝对是有几把刷子的 就像许阳这样 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很重的 不仅要治疗 要控制 还要完成辩证 你没点真本事 能行吗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从派往一线的中医数量里面看出来 各地中医发展情况的好患 像广东 BZ 这都是派了大量的高手去的 而且过去就直接接管了好几个病区 这就是实力啊 像其他的一些省份 中医加医护人员才十几个 或者几十个 这就相对来说 落后了一些了 所以有需要找专家的 也可以搜一搜本省的相关报道 或者上头的嘉奖报告之类的 最后 不要认为中医能治百病 医术都是有局限的 像许阳这么牛的中医 最多也只敢说自己能治好一半的病 无论西医 还是中医 天底下的医生都一样 没什么病是谁敢百分之一百保证治好的 判好 许阳他们针对两个病区的病人 做了全部的诊断 然后中医组自己跑去开会了 现在还是处在最前期 都还没完成辩证呢 大家既有穿着防护服的不习惯 也有对病情困难的揪心 研究了一阵 也没得出确切的结论 就只能先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先把药给开下去了 来的这些中医 个个都是高手 所以何教授基本上也没多发意见 直接就批准了 让药房赶紧制作了 但是这边中药房的效率真的不怎么高 估计还是之前的老爷房给闹的 跟养老的似的 许阳最先开下去的方子 剩下的药 说是要等明天 许阳差点没奔下去找药房的人打架了 人家才说今晚提供 许阳询问才知道 原本医院的尖药机 现在又来了好几个中医团队 中药使用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不够用啊 原先医院的中医 也都是开成药居多 真开了汤剂 也是过两天来拿 他们安排的过来 现在一下子就猛逼了 然后又开始联系上级 想办法赶紧弄几个尖药机过来 这边怕弄不出来 有些医生就想办法改汤剂为散剂 先顶一顶 还有些去弄了颗粒剂 反正乱糟糟的 先顶上再说 许阳的药时间出来了 也送到了老阿姨手上 有了前面的针灸打底 老阿姨对许阳还是非常信任的 所以也乖乖地喝下了汤药 日两季全部服下 许阳回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披星待月出来 许阳摸出手机才发现张可给他发过信息 医生进入病区 是不能携带手机进去的 里面是有公用的手机的 需要的可以使用 但是自己的不能带进入 许阳赶紧想给张可打个电话 他说过要跟张可视频通话的 但是看看现在这时间 许阳也只能苦笑一声 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复 这个点 他该睡了吧 许阳看看月明星系的天空 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拖着疲惫的身子站在了空无人烟的大街中央 望着那一轮冬夜号月 而张可却也在盯着手机 数次点开对话框 输入文字 但是却又次次删除 没有一次是发出去的 事实上 今天一天他也就找过许阳一次 他也不敢发太多信息给他 怕给他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看了看时间 张可微微叹了一声 小声说道 你还在忙吗 张可看向窗外的月 脸上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 仿佛今晚的月都变得惆怅起来了呢 第655章参与微重症 次日 一眼 许阳眼中有掩饰不住的疲惫 他没有休息好 就算是回到了酒店 他也一直在想病情分析的事情 但是一眼里面记录病情的小马 却是立刻拿着病人的反馈去找赵国斌了 主任 二床的病人血氧饱和度到99%了 啊 赵国斌顿时一惊 小马接着说 而病人自速气粗明显减轻了 现在静细的状态下无气粗 他下床活动了一下 还是稍稍有些气粗 面罩中流量给氧的情况下 血氧饱和度到了99% 其他的各项检查还没有出来 走 去看看 赵国斌风风火火的走向了二床 赵国斌又给那个老阿姨检查了一遍 老阿姨自己也说舒服多了 赵国斌看了看老阿姨的状态 昨天连话都说不利索呢 今天都说得挺完整的了 赵国斌问小马 许阳医生来了吗 小马摇摇头 不知道 赵国斌点点头 他要是来了 让他来找我 说完 赵国斌就想走 哎 主任等一下 小马又喊住了他 怎么了 老赵同志问 小马指了指病房里其他人 说 还有他们 赵国斌疑或问 他们怎么了 小马说 他们的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赵国斌道 嗯 这是好事啊 说明我们的治疗还是很有效的 嗯 赵国斌似乎意识到不对了 小马提醒道 他们昨天全都服用过中药 这 赵国斌被这消息冲得脑瓜子有点萌 他下意识问 全是许阳给他们开的房子 小马说 当然不是 啊 赵国斌惊疑不定 然后对小马快速说道 你赶紧把经过中医治疗的这些病人的病理 给我整理出来 我等一下要看 哦 小马答应了一声 赵国斌再度惊疑地看了看着房间 然后才出去的 许阳过来的时候 也是先来查房了 老阿姨今天口干的情况已经消失了 睡眠也改善了 大便了两次 大便质地软 仍然有咳嗽 甘咳无痰 舌弹红 台黄微逆 卖向闲话 昨天的处方是很明显尖笑了 但是还没有彻底控制病情 许阳点点头 对身边的护士说 正房太太 笑不更方 继续昨天的方子服用 好 彭于晏的正房太太已经免疫这种称呼了 老老实实地记录 许阳继续检查其他人的病情 而这个时候 治疗组这些正在开会的专家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因为他们发现很惊奇的事情 使用了中药的患者 大部分情况都有好转了 场面顿时有些安静 对于他们这些和中医接触不多的西医看来 这是一件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是谁的治疗方案起效了 有人小声地问了这么一句 因为这些病人全都是中西医一起治疗的 所以就会容易说不清楚 但是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还是最初期的阶段 中药的使用率还不是很高 再过上几日 中药的使用率就会逐步上来了 一直超过90% 甚至很多地区是100%的使用率 在那个时候 就真说不清楚了 所以网上很多睿智人士 说空气和水 参与率100% 有效率100% 比中医更强 真不愧是睿智人士 逻辑100分 你也不想想 要是没什么暖用 会100%的去使用吗 脖子上顶着的玩意儿 不是思考用的 还不如塞到腰下面呢 放出来的全是臭屁 但是这会儿 还是能很明显地分辨出来的 因为能横向比较啊 赵国斌非常惊疑地说 这应该就是他们中医的治疗方案奏效了 所以有中药参与的这些病人 情况全都好转了 林副组长不相信地说 不能吧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医院的中医有这么厉害 这话一出 其他人也是一愣 他们当地的中医环境很差 大家不习惯看中医 找中医也都是奔着养生去的 民众如此 医生也是如此 医院的医生治病 也极少会考虑让中医参与的 有些时候是被上面的规定逼得没办法 必须要满足一定的中药参与率 才捏着鼻子让人家参与的 但是就从内心而言 他们还真看不起中医 但是这一波 确实让他们惊讶错愕了 其实他们也不想想 这一次来的可都是王牌军 要是这点水平都没有 那中医可真是没前途了 赵国斌看了看这些资料 说这一次中医参与的时间真的很早啊 比03年的抗飞早太多了 这也足以看得出来上面的政策啊 现在还有这些成绩打底 我相信我们医院肯定不会是个例 所以啊 恐怕中药的参与率会很快就上来了 其他人也都点头 另外有个专家问道 那411那个三床的危重病人 是不是也可以让中医参与 林副组长下意识就反问 中医治疗危重症 呃 提这个建议的那个专家自己反倒是愣住了 好像是听着不像人话 不太对劲啊 那个 许阳也在我们这里吧 他在网上不是很火吗 不就是以治疗危及重症著称的中医吗 又有个专家插嘴了 这次 林副组长也皱眉琢磨起来了 然后说 他的那些病例 我也看过几个 感觉 感觉吹得有点过 有点神话了 其他人也露出了犹豫之色 一向风风火火的赵国斌直接拍了板 神不神 治了就知道了 反正我现在的政策是中西医一起治 这样 马上去请许阳医生和和东军组长来会诊 就这样 许阳和和教授又来了 这一次大家可不敢像之前那样小事了 而是有些惊疑不定 赵国斌则道 两位可套话没时间说了 我们这边有个微重症患者需要中医会诊 你们能提供治疗吗 好 许阳想也不想就回答了 赵国斌说 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病情吧 许阳打断道 病例本给我 去看病人 边走边说 通知中药房 微重症患者 优先监要 走 其他人顿时一愣 挨压我去 这路子比他们还熟啊 第656章复诊 路上 许阳一边看病例 赵国斌一边在跟许阳介绍病人的病情 许医生和组长 病人是女性 65岁 既往又慢性支气管炎病史 一发咳嗽 病人在2020年1月20日出现了咳嗽 咳痰的症状 自己去药店购买了中程药服用 并且在社区医院里补业治疗 但是目前我们查不到当时用了什么药 服用完之后 病人的症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 而后就出现了气醋 并且逐渐加重 病人乏力 那呆明显 后经过核酸检测阳性 证实是心肺炎 但是因为床位紧张 又耽搁了三日才被我院收治 入院之后 给予常规的墨西沙星 例八为零等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但是病人住院的次日 也就是前天晚上 病人病情突然加重 血氧饱和度明显下降 前晚我们已经抢救了一次 说到了这里 正在看病例的许阳 也忍不住抬头 看了赵国斌一眼 赵国斌语气平静地说 经过假强龙抗炎 无创呼吸机支持等及时治疗之后 病人的情况稍稍缓解了一些 许阳点点头 说 但是病情依然不容乐观 是吧 赵国斌语气也沉了下来 没错 病人的情况依然非常凶险 说得实在一些 这就是典型的微重症病人 说得难听一点 很可能今天还得来几次抢救 病人现在就处在悬崖边上 非常危险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把握的方案 所以 想请中医介入治疗 嗯 许阳轻轻硬一声 继续看病人的病例报告 是病人的化验报告 白细胞技术11.4 淋巴细胞绝对指0.8 淋巴细胞百分比7.4 中性力细胞绝对指10.3 最后面是病人的肺部CT报告 许阳看完之后 把病例合上 说 病人在哪个房间 赵国斌往前指了一下 前面左转 第一肩 几人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赶到了病人在的病房 病人现在神志清醒 蜷缩在床上 今天有没有舒服一点呀 赵国斌过来问 嗯 退休阿姨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声音很轻 也没有想多说话的意思 赵国斌又道 我另外给你请了两个中医专家过来 给你做一下检查 你配合一下好吧 听到了中医 退休阿姨的眼珠子稍稍滚动了一下 看了一眼 站在赵国斌旁边的两个穿着的宇航员 室的人物 嗯 退休阿姨又应了一声 也没多说话 赵国斌对着许阳和何教授点点头 何教授说 许阳 你去诊断吧 好 许阳没有客气 上去诊断起来 病人目前无发热 但是有气促 维持着鼻导管 面罩双通道高流量吸氧 血氧饱和度87% 咳嗽有痰 痰色白质偏西 胸部轻步憋闷感 怕冷 那呆 大便三日为解 小便量偏少 夜眠不安 许阳观察病人的面部 病人面色 白无滑 盐碱蛋白 许阳又去摸了摸病人的手脚 发现病人四肢末端偏凉 他皱了皱眉 然后又去按压病人的腹部 这是中医的复诊 中医诊断四门功课 望闻问妾 这个妾 不单单指的是妾脉 其实还包括了按妇的诊断 复诊的起源也很古老 张重景就已经对复诊有过具体的论述了 四川宝鼎石窟就有雕刻的重景枕复图 但是奇怪的是 后世一家住写的医书就极少有提到复诊 尤其是在唐宋之后 就更少见了 也有人分析是因为送之后封建里叫束缚严重 腹部也是隐秘不畏 不可随意触碰 尤其是女病人 所以很多外行人都不知道中医的切还包括了复诊 尽管许多中医已经不做复诊了 但也是有不少中医是传承下来的 而且要求弟子要重视复诊 比如普甫舟先生 普老的医案基本上都是有记载复诊情况的 还有李老 医案中也常出现复诊情况 在那个年代 山西也出现过引脑病人 当时用清温拜毒引和安宫牛黄丸 一点用都没有 病人都昏迷五天了 情况岌岌可危 非常危险 后来李老按压了病人的腹部 发现病人上腹硬痛 所以他果断用了大成气汤 一记下去 热退 神志也清醒过来了 还曾经有个病人休克了 用了独身汤和西药配合 但血压死活上不来 眼瞧着也是不行了 后来李老复诊发现病人胃晚处有压痛 这是胃中十字不化啊 然后他用了止食后补汤 加二丑 人参 消质 竟然给就回来了 你要是不做复诊 那就很容易误诊了 所以李老一直强调 胃重症必须按付 一定要做复诊 而作为他们的学生 许阳自然也不敢随意轻视复诊 许阳走上前 掀开病人的衣服 正准备搓搓手 却发现自己戴了手套 做复诊之前一般都是要先温手的 一个是怕冰到病人 不礼貌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准备 你要是给人家一冰 人家腹部肌肉立刻收缩了 那就偏硬了 这样很容易影响判断的 许阳就直接上手了 复诊也一样是有虚实之分 一般来说有压痛的属实 洗按洗压的属虚 皮满而无压痛着属于气质 见凸下小范围有压痛的属于弹食 整个胃晚处压痛的属于胃中实质不化 不赘述了 许阳复诊完之后 发现病人腹部是软的 腹软属于虚 病人已经三日不解大便了 结果腹部还是这么软 许阳说 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病人吐出舌头 舌质黯淡 抬白腻 然后许阳给病人诊脉 许阳的适应速度挺快 现在已经适应了戴着手套诊脉了 脉象沉细弱 掠术 许阳诊断完 站起来 赵国斌忙过来问 怎么样 许阳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 挟毒贩沸 元气大伤 需要及时回洋救腻 兼以解毒 用四逆吧 啊 这一声是何教授发出来的 第657章四逆 倒不是说赵国斌 对许阳就已经毫无保留的信任了 主要是他不懂 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四逆 所以一见何教授发出这动静 他也好奇起来了 何教授当然也不是不学无术之辈 自然也不会傻乎乎的认为肺炎 就不能用回洋救腻的经典热药四逆汤了 也不会认为这是热上加热 火上浇油了 但是根据病情的进展 一般是要到很危重的程度 才上四逆 回洋救腻的 所以此刻 何教授稍稍有些疑惑 他问 现在是不是还早了一些 赵国斌插嘴问 现在还不适合中医介入治疗吗 何教授摇头 不是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方子我觉得稍稍用的有些早 因为这个是大热的药 赵国斌疑惑地问 大热 中药治肺炎 不是清热解毒吗 额 何教授一时语色 许阳则直接说 要是还用寒凉的药 那你就再准备马上抢救 啊 赵国斌吃了一惊 赵国斌之前也没跟中医合作过 也不了解中医 现在听许阳冷不丁这一说 听着还挺吓人的 清热解毒不对吗 我听很多中医都是这么说的 赵国斌抓紧又问了一句 许阳说 你这是典型的用西医的思维理解中医 要是真这么简单 那就好了 派几个实习生也能把活给干了 这 赵国斌看看何教授 又看看许阳 许阳跟他解释 用药也是要看病人病情的进程的 患者早期的确是出现了发热 咳嗽 气醋等症状 但是他研制已久 到我接受诊断 都十几天了 他的元气早就大伤了 病症也早就不是十几天的样子了 他也都不发热了 见到的还是气醋 俊带无力 身微懒言 怕冷 四肢偏凉 蛇暗淡 脉沉细弱 这全是虚寒相 他的病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既然确定了虚寒 自然用补火注热 回洋旧腻 似你堂当用则用 迟疑 反而措施良机 老师 最后的话 许阳是跟何教授说的 只是何教授还是稍稍有些犹豫 许阳又道 病人病情危重 邪圣正衰 此时正该抓住主要矛盾 但扶其症 听邪自取 何教授点点头 好 说完之后 他又不放心地问 你打算用多少剂量呢 许阳说 病情也没到了那么明显的地步 所以小计量就可以了 熟父子十克 干将十五克 治干草二十克 金银花十克 造脚次十克 这样就行了 何教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何教授说 好 我回去就把方子给过去 笨 许阳点点头 往回走 赵国斌追上来问 许医生啊 我很好奇你们的中医诊断啊 为什么说气促 倦怠无力 怕冷 就是嘘寒啊 许阳看他一眼 说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判断 中医没有别的检查化验的手段 我们都是通过观察病人的外在情况 去判断病症 所以中医有句话 叫做有珠内 而必行珠外 病人研治已久 正邪交征 邪胜正伤 所以元气大伤 因为元气大伤 所以元气不振 因为元气不振 所以倦怠无力 因为元气大伤 所以气腹余上 因为气腹余上 所以气粗 因为阳气不足 温序失思 所以四肢末端偏凉 蛇暗淡和脉沉细弱 就是明显的虚寒相 排白逆 大便不畅 则是因为脾胃运化失思 导致失着邪毒内孕 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方案 就不能轻热解毒 亦或者是驱失了 而是要扶正 皇帝内经说 但伏其正 倾斜自取 用四逆汤回阳旧逆 温阳一身正气 阳气回 则生机必现 正气见足 则邪气自取 赵国斌被许阳聊得一愣一愣的 他以前对中医了解不深 只是听过中西一结合的话 还有白细胞增多 提示用清热解毒之类的言论 他还是头一回 听见有人在他耳旁说 这么纯粹的中医言论 许阳补充道 中医不是健病治病的 也要分主次 轻动缓解的 现在我主要矛盾不是治肺炎 而是扶正 在这个阶段 不把正气赶紧扶起来 而以为去杀灭病军 去搞对抗 或者清热解毒 每弄一次 就伤一次 那就危险了 说完 许阳加快了脚步 赵国斌站在原地点点头 觉得这个理论还是挺有道理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了 哎 你是不是在说我啊 危重症病人的药需要排在最前面监制 所以出药还是挺快的 而病人在服用了一剂之后 自速感觉有明显的温热感从胃部向四肢放射 服用两剂之后 病人自己感觉精神有所好转 全身转暖了 此日 气促和胸闷的症状也缓解不少 血痒 也由原来的87% 升到了90% 这个变化 让治疗组的人大为惊喜 大家都做好了抢救的心理准备了 但病人情况竟然好转了 这再一次证明了中药有效 赵国斌也非常兴奋 又来了病房检查 许阳也去复诊了一次 病人的可弹量增加 色外烧年 为那稍稍好转 大病仍然未解 睡眠稍差 在今晨50的样子 病人突发一次全身燥热 持续半个小时之后 自行缓解了 病人有些担心 许阳告诉他 这是正邪相征的反应 在服用一些中药的时候 有那么一段时间 是会出现不适的 比如腹穴呕吐等等 这是正邪相征的反应 继续干病些 赢了问题就不大了 如果不放心 可以询问给你开房子的中医 但如果他自己都说不明白 亦或者自己心里都没底 那八成就是开错房子 吃错药了 许阳检查完之后 既然见中药有效了 那就效不更方 继续服用了 许阳正准备离开 赵国斌又来拖着许阳走了 许阳问 去哪儿 赵国斌反问道 这还能去哪儿啊 你当危重症就这么一个啊 PS 此一案的主管医生是严芳 是广中医方村分院中医经典科 业内人称中医ICU的主任 严芳医生也是李老的高徒 第六百五十八章 卖正不服 赵国斌带着他们风风火火的赶往下一个病房 还一边吐槽道 哎呀 之前收治的这些病人呢 还没出院呢 又有那么多新的药进来 都忙疯了 许阳问 现在医院的收治能力不够吧 赵国斌道 当然不够了 第二批医院也开要开放了 但肯定还是不够的 毕竟拐点还没到来 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说是要效仿当年的小汤山模式 新造一个方舱医院 收治病人 听说这几天就要开工了 太忙了 我也没多问 许阳和和教授对视一眼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目前不管是床位 还是医疗设备 还是医护力量 都是不够的 两人心中多添了几分阴霾 许阳暗暗警醒自己 一点要快速搜集到足够多的一手资料 完成辨证 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只有这样 中医才能在这场战斗中 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现在紧张窘迫的局面 许阳眉头沉了很多 尽管一晚上没怎么睡好 可许阳现在丝毫没有任何疲累 他只要走进了医院 身上就有用不完的劲 何教授问 现在病人的病情发展怎么样 微重症多吗 赵国斌回答 还是有一些的 尤其是老年人 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 在得病之后很容易就发展承重症 目前也没有研究特效药 所以我们的治疗方案 基本上都是按照消炎 抗病毒 备养 免疫支持 这一套下来 有些身体素来还不错的年轻人 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 就会转轻出院 可体弱的 年老的 有基础病 就麻烦了 许阳眉头醋了醋 叹息一声说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啊 若是满堂皆君子 何有小人立足之地啊 这也是中医理论吗 赵国斌好奇地问 许阳道 这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 赵国斌嘖嘖称奇 以前他没跟中医合作过 这次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 他还真觉得中医蛮有意思的 理论跟古诗似的 一套又一套的 许阳道 以后跟你解释吧 先说说病人情况 好 赵国斌答应医生 把病例本给许阳 然后说 这个病人也是女性 49岁 既往有胆囊结识病史 患者2020年1月20日出现发热 最高体温39度 偶有肝壳 无颗痰 无气促 到外院血成规检查 无明显异常 查胸部CT提示双肺上液 左肺下液多钙化造 后 口服奥斯塔维治疗 体温有所下降 1月24日 再次出现高热 搬腹血 乏力 食欲下降 1月25日 在当地社区医院复查血成规 胃健明显异常 1月27日 再次复查胸部CT 提示双肺感染性病变 左肺激发性肺结合 并造以硬结 钙化 纤维化为主 继续抗病毒治疗 1月29日 患者病发气促 到我约门诊就诊 门诊上输注了墨西沙星 利巴舒林治疗 症状没有好转 病人伴有胸闷 头痛症状 1月31日 收治入院 给予了常规甲强龙抗炎 奥斯卡维抗病毒治疗 那个第二页是化验报告 许阳翻到了第二页 病人白细胞18.4 淋巴细胞绝对质0.8 淋巴细胞百分比4.1% 中性利细胞绝对质17.3 C反应蛋白126 最后一页是CT报告 许阳都看了一下 然后说 行我知道了 说完 许阳转身进了病房 赵国斌和何教授也赶紧跟进去了 到了病房里面 来到了病人身边 病人的精神状态极差 倦怠无力 维持着比导管和面罩双通道高流量吸氧 只是血氧还是只有92% 病人还正发现咳嗽 时不时咳嗽一阵 赵国斌也叫来了主管的护士询问情况 许阳也多时在询问护士 有些非要患者配合的也询问一下患者 只是患者的精神状态真的很差 许阳得知患者正发性咳嗽 谈少 治年 气短 休息时即感觉气粗 气粗明显 呼吸苦难 胸闷叫肾 有明显的心慌心剂 他们还给病人流制了倒尿管 病人已经下不来床去上厕所了 许阳皱了皱眉 病人的情况还真是挺严重的 他又借着诊断 病人的病情发展到现在 也已经没有了发热的症状了 许阳表情又凝重了几分 其实发烧不是一件坏事 发烧其实是体内的正气和邪气在进行对抗 所以疾病发展的初期阶段 体内正气很足 想要骨鞋外出 所以可以发热 但是到了后期阶段 正气大虚了 无力骨鞋了 鞋胜正腿 连发烧的能力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 病人也出现了胃寒的症状 无胸痛 无腹痛 但是有腹血 面色无华 少神 四肢末端偏良 舌弹 抬黄腻 许阳枕着脉 何教授也在一旁看了好一会儿了 他也点点头 得 又是个虚寒症 赵国斌问 跟之前那个病人一样 何教授点点头 对 发展到后期阶段 都是差不多的 都到了正需协进了 有三阳 转为三阴症了 赵国斌听不懂理论 就问 那治疗的方案跟前一个一样吗 何教授说 嗯 可以一样 用四腻就行 这个我建议可以定位治疗方案标准 具体怎么配物 等许阳诊断结束吧 好 赵国斌点头 许阳诊脉 这一次没诊断多久 他就突然把手松开了 何教授看得好奇 问 许阳 怎么了 什么脉 许阳语气就沉重了 外服术须 嗯 何教授听得最先是一愣 带着反应过来 他吃了一惊 啊 赵国斌也不知道这两人打什么哑咪 就问 怎么了 何教授说 书脉主热症 而患者身上是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寒症 这是脉象与症不服了 赵国斌追问 这 意味着什么 何教授断然道 情况危急 何教授话音刚落 还在病床上的病人一病突生 第659章 针灸抢救 原本躺在床上倦怠乏力的病人 突然间烦躁不堪 连连咳嗽 咳出白色年痰 而后气促 再后 双眼一翻 昏睡了过去 可在昏睡中 依然神情烦躁 你怎么了 赵国斌赶紧上前 他出汗了 许阳发现病人突然间大汗淋漓 赵国斌扭头看监测 发现病人的血氧快速往下掉 糟糕 赵国斌急忙对护士说 小陈拿呼吸机 叫刘医生 王主任过来 准备抢救 小陈赶紧跑开 外面的医生和护士听到这边的动静 也赶紧都进来了 赵国斌也来不及客气了 就对许阳说 两位 先出去一下 别影响我们抢救 何教授下意识退了一步 而许阳却是半步未退 许阳也看向了检测 病人的心率 已经上升到了130到140了 血氧还在持续快速往下掉 已经不到80了 等护士小陈把呼吸机拿来的时候 病人的血氧掉到59% 呼吸也只有30到40次每分钟了 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 不好 许阳也按叫不妙 然后他对着何教授说 老师过来帮我 来了 何教授赶紧过来 赵国斌也没空管许阳 他还在和小陈给病人上呼吸机 但是现在病人状态太差了 又很烦躁 很难配合呼吸机 小陈都要急哭了 忙说 主任 主任 怎么办 病人很难配合 要不上有创呢 我 赵国斌还没回答 就发现后头这两个中医已经掀开被子 甚至都卷上了病人的裤子 把病人脚步露了出来 你们干嘛 怎么还没出去 赵国斌匆忙问 许阳头也没抬 急救 别打扰我们 老师 针刺太息 补法 好 何教授点头答应 这一老一哨 对着病人脚步的两侧的太息穴 开始急忙针刺救急 啊 赵国斌和小陈确实听得有点猛 什么急救 中医还能急救 许阳哪有时间还管他们的错愕 就急忙喊道 马上通知药房 煎四腻汤 快 计量照着我之前开的加倍 何教授忙提醒道 许阳 这不是问献 你悠着点来 许阳顿时一言 然后说 跟之前一样 但是要快 张国斌和小陈对视一眼 都被这一幕弄得不知所措 赵国斌头一次觉得 自己又回到了 曾经跟着大佬打下手的日子 这怎么感觉又被安排打砸了 赵国斌刚想说话 小陈确道 哎 主任你看 病人血氧上来了 赵国斌扭头看去 见病人血氧已经到65%了 他忙问 你是带上呼吸机了吗 小陈 还 还没有 赵国斌顿时诧异地看着这一老遗哨 他突然想到了前两天 小马过来跟他说 许阳用针灸把一个病人的血氧给提高了 当时他还不信呢 还非说针灸要是这么管用 那他们还需要呼吸机吗 那就根本不存在呼吸机紧张的问题 相反是都不用购买呼吸机了 但是现在这一幕竟然在他们眼前发生了 主管的医生和护士也马上都冲进来 都准备抢救了 却见他们老大呆若木鸡 跟看戏似的 他们也猛了 再然后也发现许阳和何教授正在修操作 他们也是头一次跟中医合作 第一次见到还有这样的 他们看热闹 中医抢救的 看热闹呢 主管医生急得对着护士小陈吼了一声 小陈看了一眼监测 病人血氧已经到75% 还在网上升 呼吸频率也降下来了 心率也在下降 这证明中医的急救是有效的 病人的情况明显好转了 我 我我 小陈很想解释 但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诞 这段时间 小陈也是没日没夜的忙碌 都快晕了 这突然被吼了一下子 他脑袋还反应不过来了 赵国斌也赶紧说 赶紧给病人上呼吸机 哦 另外一个护士也上去帮他 随着许阳和何教授的针刺 患者逐渐安静下来了 这两个丫头也给病人上了呼吸机 许阳针刺10分钟的时候 呼吸频率已经降到了25次每分 心率降到了90次每分 外周血氧饱和度上升到了80%以上 好了 病人脱血 许阳停止年转 但是留了针 何教授也留针了 他呼出一口气 笑着说 我都一把年纪给我吓一跳 房间里面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包括医生 包括护士 还有其他病床的病人 全都震惊和诧异地看着这两人 当地的中医环境并不好 在大家眼里 这就是一个搞养生保健的玩意儿 都是吃隔几个月才能见效果 用来调养身体的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干净利落的中医急救啊 啊不 在影视作品里面也是见到过的 但那不是假的吗 还有某些很红的网络小说里 可那不是修仙的吗 现实生活中 他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所以大家都愣住了 许阳看一眼病人的情况 已经稳定住了 然后他对护士小陈说 留针半个小时 啊 小陈没懂 许阳又到 半个小时之后拔针 小陈愣了愣 直接拔吗 他也没干过这活啊 许阳抿了抿嘴 没事了 我等一下让正方太太过来处理 说完 许阳对赵国斌点点头 赵组长 这便交给你 我和老师先去开方子 啊 赵国斌下意识答应一声 许阳和和教授并肩往外走 许阳也没有兴奋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仿佛一些都很寻常 而其他人则全在目送许阳出去 大家也都看到了许阳和和教授背后写的个性签名 早晚被学生气死的老何 大家是不知道了 也查不到 但是许阳背后硕大的中医许阳四个字 还是非常醒目的 大家立刻还是窃窃私语 讨论了起来 赵国斌看看病人明显舒缓好转的情况 又看了看病人脚上还留着的针 他惊叹道 还真是开了眼了 赵国斌也赶紧追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正房太太来把针病人的血氧饱和度 已经到90%以上了 PS 本一案主管医师是广中医潘宗其主任 为了剧情稍作更改了 手诊是没有发生急救的 二诊病人突然大汗淋漓 情况如上 然后也是针灸就急 数据没变 情况相符 第660章正 许医生和组长等等我 赵国斌小跑出来 许阳和何教授都停下脚步 回头看他 许阳问 赵组长有事 赵国斌小喘着粗气 说 没事 没事 我也要回去了 一起一起 好 许阳点头 然后继续跟何教授讨论起来 这几天搜集到的各项数据报告 赵国斌停了一阵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那个许医生和组长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我是很好奇啊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他病情很危急呢 我们是通过各项检查报告 身体的各项数据来判断 你们前面说脉与症不服 是什么意思 许阳看看他 好笑道 赵组长倒是对我们中医很好奇啊 赵国斌说 那是自然的 我终究是治疗组的组长 一定要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 不然以后不好开展工作啊 尤其是预见微重症 这个就不太好配合了是吧 许阳想了想 觉得赵国斌说得在理 他便耐着性子解释道 症 症状也 另外一个症 证据的症 是指病因 病机 还有病情的发展阶段 疾病在人身体内的表现 而脉象 就是症的反应之一 中医的四诊 望闻问切 每一样都是通过外在探寻内在的真正奥秘 像病人和之前那个一样 都出现了无发热 四肢末端偏响 舌弹等症状 这些就是寒症的表现 但是前一个病人的脉象是脉尘细弱 这是虚的表现 而这个病人却出现了腐脉 竖脉 腐脉所提示的是表病 疾病侵袭人体 最初就是从表入内的 这个阶段病情最轻 相对来说 也好治疗一些 腐脉的治疗方案就是截表 麻黄汤 桂枝汤之类的 说的通俗一点 民间常有这种话 刚刚受寒了 吃一碗多放胡椒 辣子还有醋的热糖面 出出汗就没事了 这个出汗就是截表 赵国斌有些明白道 大概明白 就像是我们检查白细胞增多 一般是提示有炎症一样 腐脉的出现 用解 截表药 出出汗就好了 这个病人也是这样吗 哎 对了 他刚才没有吃药呢 身上就突然出了很多汗 这是身体自己开始截表了吗 这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自己开始修复了吗 许阳摇摇头 并不是 就算截表药 也是周身的微汗为家 不可使其大汗淋漓 况且 病人并不是表证 如果这个时候用截表药 不用多 给个几克 他就真命悬一线了 啊 赵国斌吃惊道 这个药副作用这么大吗 有实验过吗 何教授忍不住看赵国斌 许阳说 中医治病不是这样治 中医用药也不是这样用的 你应该知道 很多中药里面都有对人体的毒性成分吧 赵国斌点头 许阳摇摇摇头 其实不存在绝对的有毒或者没毒 对症了 毒药便是先丹 不对症 不要也能要人性命 我当初曾经治过一个尿毒症病人 当时都抢救下来了 后续只要坚持服用我给他开的药 病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可是后来他找了个佣医亲戚 非要给他开一堆大补药 然后就死了 后来他亲戚 一点法律责任不用背 因为他的药方查不出任何问题 这就是中医目前的现状 毒药救人 反而医者容易蒙冤 不要杀人 反而屁事没有 就像里面这个病人 诡异地出现了腐脉 这其实就是阳气外散了 树脉本来是主热的 但此刻也属于热疾反寒了 所以我判断情况凶险 若是此刻还用了截表药 加速外散 那人就没了 而你却无法从法律问责医生 而这才是中医最为悲哀的地方 赵国斌被许阳说得愣住了 许阳对其微微汗手之后 抄前走去 何教授也意味深长地看了赵国斌一眼 也走开了 赵国斌则是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然后他对着许阳的背影喊 许医生 那你们针灸的那个学位 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吗 许阳没回头 朗生说道 太西 书足少因圣经 为圣经数学 圆学 为圣经元气经过与流止的部位 有滋圣纳气的作用 有强腰撞膝之功 古人称之为回阳酒学之一 有因其具有很强的回阳救腻之功 所以有人体第一大补学之称 申太西 为的是辅助元气 回阳救腻 用于急救 赵国斌望着许阳 听了许阳的解释之后 他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前面半句 然后老赵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腰 而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四诊 每一样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有些病人真的很离谱 特别想考验医生 过去手一伸 那我不什么都不说 你直接诊脉就得知道我是什么病 就得知道怎么开药 不然你就是拥医 像这个病人 你要是只凭脉相开药 那完了 人已经凉了 当然了 还有更迷谱的 就是假冒中医的某些水货中西医结合专家了 今日在朋友圈里听说紫金陈先生的遭遇 哎 望诸位读者 多看几遍此书 可作必坑指南 许阳和和教授根本没有闲着 这两人也没有只待在自己的病区 也跑到了病的病区去搜集资料和信息 高级别专家组也汇聚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这几天全都在彻业的进行研究和分析 而许阳在分析之余 更加偏重于实际治疗 他需要治疗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他们在一线的这些人员也都盲疯了 中医的医疗队也在这几天快速持缘当地 国家队早就来了 现在正是众志成城的时候 中医要管理局 还让一些媒体报道了中医支援的相关事例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定着这个病呢 本来是想振奋人心 可这个消息一出 网上顿时炸窝了 现在大家都不能出门 只能窝在家里上网 所以一下子网上舆论一下子就被引爆了